王店长说 半年前有两对新人租下了婚纱 每个婚纱套餐包含三套衣服 租期一周 租金一万左右 不管是从中式到礼服和主纱的款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新人是安徽淮南的 一个新人是河南浦阳的 一个婚期是10月3号 一个是10月4号 然后等到9月29号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给新娘准备衣服 也视频核对过 衣核对过 没有任何问题 打包好就准备邮寄发走 王店长表示 当时顺丰快递员上门收件 两个快递的运费将近200元 一个发往河南浦阳 一个发往安徽淮南 10月2号 浦阳新人签收了快递 这对新人的婚期是10月3号 是10月2号晚上10点半 接到了新娘的电话 新娘在电话里面非常的崩溃 崩溃到哭的话都说不清楚 我们最后了解下来是 当他把包裹打开 然后就发现里面衣服全部装错了 甚至是装的是别人的出件单 经过沟通 王店长得知两个快递都错了 他请安徽淮南那对新人 将婚纱交给一位司机 连夜包车送到河南浦阳 费用是2000多元 3号早上 王店长也去了河南 从杭州飞到新郑 然后包车去到浦阳 然后等赶到婚礼现场的时候 刚好是12点10分 婚礼新娘已经在举办婚礼了 我就在下面帮他辅助整个流程下来 然后再把婚纱带走 安徽淮南的新娘的婚纱带走 我亲自护送到了安徽淮南 王店长说 他给两对新人都包了红包 好在最后两场婚礼都顺利完成了 现在婚纱都被送去干洗了 像这种硬核的支出 比如说机票了 或者其他的一些来回的包车了 产生的所有的费用12340 希望这个顺费能得到如期赔偿 还没有算我们其他的一些民运损失 这两个不同的城市 淮南和浦阳怎么弄错了 应该是贴错单了 贴错单是你贴的吗 还是别的同事 这个我记不清了 因为当时有两个 我们有两个人在这边 这个赔一万多 我这边也赔不了呀 现在看公司怎么处理吧 顺丰速运公关部表示 确实是工作人员贴错了快递单 导致发错了快递 王店长提供的机票 车费等付款凭证 是4700多块钱 至于发给新人的红包 以及务工费等 双方还在做进一步的协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三次贴的免贴 老师 灯贴 四次贴